俗话说早餐要吃好 早餐要吃的有营养 身体才能健康 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早上为了赶时间 会选择这三种早餐 常吃呢很容易吃出干病来 一油条加豆浆 很多人喜欢这种天仙配 吃起来很有滋味 但是油炸的油条中含有大量油脂 长此以往呢会诱发脂肪干 这在反复使用的油中 也可能产生本病比这种致癌物 也会损伤肝脏肠胃健康 久而久之肝脏会越来越坏 第二种粥加咸菜 这两年人喜欢青粥加咸菜的早餐 也在上个黑名单里 腌制的咸菜中含有大量亚硝酸盐 它是一种致癌物会损伤肝 而且腌制的咸菜需要比较长时间的保存 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细菌滋生 长期的使用呢很可能给肝脏造成损伤 第三种就是剩菜剩饭 很多家庭习惯用剩菜剩饭当早餐 长时间放置的剩菜中很可能产生很多细菌 在二次加热后会让蔬菜中的亚硝酸盐成倍增加 诱发肝脏疾病 肝不好的人还是尽量少吃以免伤肝 生活中对于肝脏问题 很多人都会用药物或者胡萝卜等食物来养肝 胡萝卜虽然富含维生素有养肝明目作用 但是对于长期肝脏不好 仅仅吃胡萝卜是没用的 中医认为不如从排肝毒调五脏入手 不仅能养肝护肝 还能减少药物对肝脏的损伤 古书中记载了一个养肝小时方 都是天然的草本植物 长期服用也没有副作用 主要食材包括菊花清热解毒 蔬肝明目 菊明子清肝明目润肠通便 牛蚌根清热解毒 沥水消肿 桂花散寒止痛暖胃平肝 蒲公英清热解毒促进肝功能恢复 准备菊花菊明子牛蚌根 桂花菊明子枸杞大麦肝草等组成的菊花菊明子茶 每天泡两杯在家就能养好肝